藍色大牛油門踩到底 在外線車道秀的一聲飛過去 後面一輛金色小牛也緊跟在後 結果 金色小牛超跑車撞凹 引擎蓋掀起再往前開一點 另外一輛藍色同樣是藍寶金尼跑車 被前後夾殺撞得最慘 後方一輛客運車擋在路中間 因為客運駕駛看見藍色大牛被撞到冒煙 加上駕駛揮手求救 拿著滅火器下車幫忙滅火 還好車主沒有大礙 但最前方的轎車行李箱全毀 車主們下車表情很苦惱 車禍發生在21號上午11點36分 中山高南下311點3公里 台南安定路段內側車道 藍寶尼跑車大牛跟小牛 一前一後疑似競速狂飆 這時前方一輛轎車大牛減速了 但小牛反應不及追撞大牛 大牛在往前追撞前方舊車 釀三車連環狀 這一狀可不得了 藍色大牛新車價3000萬起跳 金色小牛新車價約1680萬 兩輛超跑車頭車尾撞凹 變速箱引擎蓋也損傷 維修費恐怕破千萬 如果超跑是因為禁速發生追撞 恐怕涉及公共危險罪 這也是原因 警方還要進一步釐清 就要來觀張 台南報導 Maar今天,我們進入司機場 一輪的重量 超跑車尾 從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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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 澤敬人